先天罕见综合症案例 2014年3月7号 宝宝在吉隆坡一家医院动了眼皮纠正手术 2014年3月9号 因为手术时放喉管 弄伤了喉咙 引起气管炎 再次被送入了医保的中央医院 住院期间 父母向医生提起了有关女儿左边肾脏有肿块 2014年3月12号 当时1岁9个月 被西医诊断为肾肿瘤基因癌 肿瘤约9公分大 西医说女儿是特殊宝宝 由于本身的基因病变 导致她患有此肿瘤 此外 宝宝天生小而恐 在新生6个月大 2012年12月份时 被证实有重度听障 左右耳的能听度分别是60dB和70dB 因此一般的音频音响 她都听不清楚 必须依靠佩戴助听器 以及上语言治疗课 医生的建议是等她到了4岁 才做MRI检查 看看是否能动内直手术 以帮助她恢复听觉 当宝宝被诊断为肾肿瘤基因癌时 医生说宝宝要马上动手术切除9公分大的肿瘤 切除两个星期后还要做24次的化疗 医生没给父母时间考虑 马上联系安排宝宝到吉隆坡医院动手术的事宜 结果宝宝就被安排在2014年3月17号住院 2014年3月19号动手术 当时父母也没有别的头绪 心很乱 知道手术化疗失败的例子很多 由于没有别的治疗方法 也只能接受医生的安排 她很有福气 让我们徘徊在手术与化疗的边缘上 遇上了原始点医觉 2014年5月19号 全身起红肿块 5月20号 全身起红肿块 5月19号 6月28号 前后40天 5月20号 6月28号 前后39天 5月20号 我们在医保找了一个服务中心 我们给他做了原始点过后 到现在都没有用过任何的西医治疗 他的那个9公分的肿瘤 在上一年检测出来的时候已经缩小了 到现在已经是摸不到也感觉不到了 原始点的三个月过后 他出现非常非常严重的蕴麻疹 从头到脚甚至脚板都有肿块 红红的一块块 甚至脊椎后面也长出了一颗很大颗 像是囊种的东西 可是 可是呢 真的是要坚持 关于那个蕴麻疹 所带给我们家庭的压力 因为通常用一种特殊的医疗方法 压力也不一定是来自自己的 有时候身边的人好像父母 他们会给压力 就是说你用了原始点 你看现在又出现那么严重的问题 是整身都是严重皮肤病或者一些 不知道什么病营的事情 他会来挑战你们 就是说不如你还是回去西医那边 所以一定要多了解那些原始点的资料 给自己充实 这样子才可以坚持下去 坚持是最重要的 从那个西医那边 确定肿瘤到要切割的时候 我们是逃离了这个医院 回到家 另一天就马上去了 那个志工站那边去治疗 这样子这个西医那边 他没有放过我们 因为他要我们的女儿 做一个例子 就是试验 他没有机会做 他也得不到答案 所以医院那边也要一个答案 他就追到来我们那边 然后给压力 你可以接受其他的治疗 但是你先送你女儿去吉隆坡这里 切了那个肿瘤 做了化疗 你慢慢试你的东西 要不然的话 也是那句话 你女儿以后有什么事情 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他就是这样子给压力 然后要我签纸 就是说 你决定放弃你女儿一切的治疗 然后一直说很多不好听的话 就是说你们做父母 很不负责任 很残忍 什么什么 但是幸亏我是从医保来的 医保的志工还有那时候介绍我们这个原始点的志工 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这个也是要感谢原始点和张医师 他出事是特殊儿童来的 这样子他眼睛还有耳朵都是有问题 他出事的时候是耳朵是没有耳洞的 是几乎是听不见 他听不见这样子 医生那边做检测 说需要带那个耳机 他开始的确是要带耳机的 才听得清楚我们讲什么 到现在来说他耳洞也是没有发育 但是他完全是没有带耳机的 他听东西比我还清楚 我说过我自己也是癌症患者的家属 我曾经照顾我太太 来自于各方的压力 我都清清楚楚 所以你要坚持下来是不容易 不止患者本身的症状反应 还有来自于家人的反应 这些你遇到了 你怎么坚决下来 坚定走下来 这也是一个很关键